乘坐地铁的近代物品啊 很多人心中都有数 像管制刀具啊 枪支啊 烟花爆竹等等 但是在疫情期间呢 地铁的安检人员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发现 很多乘客会携带酒精喷雾 或者是消毒液去乘车 在这儿呢 咱地铁啊 就要给广大的市民朋友提个醒了 在陕阳地铁二号线展览馆站 闭口的一侧 地铁工作人员 已经将地铁禁止携带的物品 展示了出来 除了枪支管制刀具等近代物品外 平时经常见到的消毒液 酒精喷雾也赫然在列 什么样的可以带的呢 主要是参考这个产品后边的一个 成分的一个表 如果这样的话 成分以纯含量达到75%以上的话 消毒液和液体类的喷雾和消毒液 是不允许携带的 而考虑到 沿岸地铁考虑到乘客的实际出行需求 像类似这样 密封包装 75%浓度以上的消毒棉片和消毒棉球 是允许携带的 同时需要提醒乘客的是 虽然正常乙醇含量达到75% 就会被禁止带入地铁 但是在限量携带物品名录中 整装白酒属于允许携带 但是要限量携带的物品 每人携带不能超过2000毫升 孙杰江志 沿岸地铁提醒各位乘客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在曾坐地铁时 禁止携带烟化爆竹类 一人一包物品 如安检人员发现的话 会联系租赞公安进行处理 要联系租赞公安 蓝星伤 祝责公安 联系租赞公安 这就是绝益 我一定要做的绝益 我一定要做的绝益